这大爷真能闹我 是啊 但是这大爷腿腰也不方便 身边一个个也没个人影 快可怜了 咋了 姐 你看那个人 哪个 那 他干啥呢 那是不是那个透天平的小偷 干啥怎么感觉 这人我在哪儿见过呢 走走走 快儿 快儿 就是那个透天平的 走吧 不好见 摸上了 怎么办他要跑啊 怎么办他要跑啊 你干吗在 你握啊 吴云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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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你谁啊 你挺好 我小伙 我说你干这偷鸡摸搞的事 你这动作我干了 干吗呀在 你干吗 我们抓着你了 我都漏警了 警察来了 警察同志 先把梯子拿下来 你把口罩栽了 你下来吧 这人是在哪儿见过 说说吧 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我们俩先看见他在那儿偷电瓶 然后骑车要跑 我就情急之下拿梯子把他扣上了 我不是小偷 你认错了 我不承认还 这电动车他也没开锁呀 那 那他在那儿偷偷摸摸 鼓动半天哪 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我路过的时候 听到那边有小猫在叫 我就过去看了一眼 那小猫应该是卡在电瓶车的 后机盖那儿 徒手打不开 所以我就拿了一螺丝刀 给他后机盖卸下来 把小猫给救出来了 但我完事之后给他安回去 您可以看 小猫在这儿 您看 刚检查了一下 确实没有暴力开锁 和破坏电瓶的痕迹 那 那对不起啊 警察同志 是我误会了 那个 我没拦住他警察同志 对不起啊 误会误会 你们双方把字写了 行 行 谢谢您啊 辛苦你们啊 我们先回去了 行 谢谢 麻烦了 辛苦您啊 好 再见啊 行 都散了吧啊 那个误会一场 散了 散了 误会 那个 你没事吧 你伤着了吗 没事吧 伤着了吗 伤着了 伤着了 没事 一点小伤 你这也是 是 星系群众的财产 不好意思啊 那个 上次 救狗的 是不也是你啊 有一个小狗困车里了 然后拿胶带 把那车窗给弄下来的 老狗 你跑里才好多 跑里一直都对 来来来 我来来 你咋了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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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要砸他车窗那个吧 对 我记得你是我是我 你这做好人好事 怎么老把自己捂那么严实呢 我动物毛发过敏 那怪不得 那是我误会了 我郑重给你道歉 对不起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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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勇为是好事 但是呢 我们一般不鼓励 跟犯罪分子正面对抗 就根据你刚才的表现 和你体格 遇到一米七以下 五十五公斤以内的歹徒 前提他不持谢 可以与之一战 那个 那谢谢你的肯定了 我什么时候肯定你了 你不说我可以与之一战吗 战 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 你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有什么问题别自己上 你上那队里找我们 找我们帮忙 就在不远 就那附近 队里 救援队的帅哥呀 你好 我是刘文山 救援队的 你好 我是吴云 街道办的 那个刘医生 对不起啊 今天也没带隐形眼镜 这没认出来 刘医生呢 不是救援队吗 救援队是兼职 我的主业是在咱们社区医院 做批刀师 批刀师啊 啥是批刀师啊 那个批刀师就是医生医生 理疗 对吧 对 你还懂这个 你知道一点 那你们是不是那个批刀师 也可以做呀 也懂一点 这聊啥呢 幽闻都拽上了 都听不懂 刚好知道一点点 那你好厉害呀 时间管理大师啊 白天做医生 完了还能兼顾救援队工作 我们队呢 是属于民间公益性质的救援队 只有哪里发生事故 需要更多有生力量参与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 明白了 你俩这也算不打不相识 要不给天你请他吃个饭吧 对对对 你这周末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吧 也当时道歉 今天的事不好意思了啊 没关系 很高兴认识你 这两个时间段 水根特别多 我们办公室 调来了一个 东北渔瓦子 单身 你们这预备单身呢 有 文山 文山 你这预备单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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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大个招呼 大个招呼啊 不错 不错 保持状态 很好 头再抬高一点 好嘞 老师您撤着一下身子 这边吗 对 对 好 很漂亮 不错 没关系啊 注意下来干嘛 别咬到您了 不吃人吗 不会不会 没关系 好 张大夫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小心他咬到您了 这组装片可以了 让您的助理 把头发和妆容弄一下 行 没事 我自己弄就行 行 那您抓着紧 咱们下一组 拍跟马互动的镜头 好好好 行 我马上来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这 就这样 摔着就行是吧 您里马稍微记一点 等 等一下 头的 头的 我能摸它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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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乖了 乖了 来来来 乖了 对 好 就是这样 没事吧 没事吧 老师您没事吧 没事吧 我母弟生病了 下周二要演出 现在就得换方案 计划A 再找个舞踢 计划B 大家都想想 这场戏怎么改 有想法就大胆提 导演 导演 那个 咱们一定要用舞踢吗 不一定 但是舞蹈元素 男主和暧昧的氛围 一定要有 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着 用玩偶来代替 就是男主拿着玩偶跳舞 玩偶代替女主 就行嘛 又不是儿童戏 也不是只有儿童戏 才能用手啊 对吧 那也不行啊 这么大一场戏 不可能就看男主 一个人抱着娃娃 在那儿跳舞 我明白你的担心 但是 那其他人还有什么想法 你先让人说完 我觉得可以用男女主的替身 也就是她们的影子 来完成这场关系的变化 就是男主不断地成长了 但是女主还是一味地索取 刚好人和偶 也可以把这层隐喻的关系 表达出来 其他人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 导致这个玩偶要什么样的 我怕时间太赶来不及啊 导演 道具精有现成的 是上部戏之下来的 我觉得如果做一套 和女主差不多的衣服的话 时间应该来得及 我觉得可以 这玩偶就交给你们去办吧 其他人去忙吧 萧总留下 跟我们一起排这场戏 好 好 来吧 从第三个开始 走 走